说香港大学近日很多事发生了 成为茶余饭后谈论的话题 就是香港大学校长右边这位张祥 和左边这位港大校委会主席的一些争拗 表面上看来就是两位的私人姻缘 就是校长和校委会主席 但是其实再看多些发生的事 其实校长张祥和校委会主席王佩思 不是说他们两个的私人姻缘那么简单 其实早在几个月前已经是酝酿有一些事发生 那是什么事呢 就是逐样讲给大家听 首先就讲一讲是4月22号那时候 其实校委会 就是王佩思是主席 左边因为是女士 原来校委会就是认为 学校香港大学应该是委任一些副校长 因为有些副校长的席位长期丢空 那对于管理香港大学就其实是有些问题的 你没理由就是副校长有些位置 你不填补回那个空缺的嘛 中大就一定不会这样就不会发生这些事 中大是多少个副校长 好像五个还是六个 我不记得了 总之呢 长期都有五六个副校长是帮助校长管治中文大学的 那如果真的有副校长要退职会即时补上 另一位是补上的 总之是确保整个香港中文大学的运作 由校长管治和副校长几位去帮忙的情况是可以继续的 但是香港大学原来有几位副校长的职位是原空了的 那所以在4月22号呢 校委会就说了 我有意思就想补回那些副校长的职位 那所以在4月22号呢 他们香港大学有一个人力资源政策委员会 那他们就在会里就讨论委任副校长的事宜 认为委任副校长补充回几个空缺呢 这个是一个当务之急 必须委任副校长补回几个空缺 好了张翔作为香港大学校长呢 理论上应该是出席所有的 这些这样的政策的委员会的会议 因为你如果不出席 那你怎么知道那些委员会说什么呢 结果张翔校长就没有出席 但是他就派了人去代表去参加 那就是他的代表在会上面就没有表达有反对的意见 于是乎校委会就进行这个是决定了 就是决定委任副校长了 好了这个就是4月22号发生的事件 开会事件 到了5月28号 5月28号就决定了委任新的副校长了 那委任了之后呢 港大校长张翔就弄了一封信给教育职员 他说喂 校委会干嘛要委任副校长呢 校委会是绕过了他 就在会议上面 就突杂加入审议多名副校长人选 就是绕过了张翔校长 从而可以委任几位新的副校长去填补空缺 那张翔校长就认为呢 今次的任命副校长呢 就是违反既定程序员 动摇大学的学术自主 把学术自主搬了出来 照计委任副校长跟你是不是学术自主 好像未必有关系 委任副校长是指定你将一些空缺填补了 去确保这班副校长可以辅助校长去管治港大 这个不是学术自主这么有关系的 我觉得 我觉得张翔校长说了这个借口 好了 张翔校长认为校委会绕过了他 就是委任这些新副校长 就是动摇大学的学术自主 那港大校委会就当然反击了 喂 11月20日要开会的 开了个会那里 那个人力资源委员会 你派了代表出席的 你自己不出席 那你的代表应该向你回报 我们的会里说了什么 那你的代表又没有反对我委任新的副校长 那我当然是去码的了 4月20日的会议会 5月28日一个月后就委任新副校长了 那我委任了之后你就说我没有通知你 就说我校委会绕过了你 就是这个校长 而是委任副校长 那就动摇大学学术自主 那这个又好像 究竟谁是谁非呢 那港大校委会就认为 这个这样的 今次这样的校正风波 校长向私心 就是向学生发电邮 那校委会也都有向 私心和校友发电邮的 那他就认为呢 校委会认为呢 今次委任这个副校长是加强管治 是合法合规的 而且校长是知情的 好了 那张长校长看到校委会这么说 他有发个文就反击了 他说什么知情 什么叫校长知情 我不知道 这个是和事实不符 究竟是谁是谁非呢 那如果真是4月22号已经开了会 而张长校长你没有出席 但是你是有代表参加 而你代表又没有表示意见 理论上应该是 你是知道这件事发生的 所以现在这件事发生之后 表面上看就是校长张长 和港大校委会主席 王佩思之间的个人姻缘 但是再看深一点 其实就是港大的管理层 管治是出了问题 没有理由 没有理由副校长几个席位 一直原空 是吧 好了 那就原空了多久呢 原来呢 港大的那个编制 应该是有七位副校长 去帮校长管治的 那七个副校长当中 原来有三个位呢 是长期原空的 就是长期只有四位而已 有三个位 不知为什么不请了 那另外有一个 就是其中三个位是原空了 其中有一个位呢 是原空了超过是五年 就是五年都补充不了一个副校长 其中有一个副校长 就只是暂时委任而已 也都是长达五年 5.5年 那就是七个副校长的位 有三个呢 正正式式是在做事的 有一个是暂时委任 就是委任了五年多都不担值 那有三个位呢 是长期空缺 那其中一个空缺呢 就空缺了五年 那这个呢 是一个良好的管理机构当中 是不应该发生的 因为原则上呢 七位副校长呢 是可以辅助 也会辅助 就是将相谈凡事 注释 是周年 有些可能管是学生的福利 或者教职员的福利问题 你想到一间大学有这么多东西管 要七个副校长来管是对的 分工 七个副校长管完后就向校长汇报 原来七个副校长长期有三个位置是没有人的 就证明你在某些管理范畴里面是有缺失的 还有一件离谱的就是原来 港大校委会在今年三月到四月 曾经五次向张祥校长发信 就问张祥校长 为什么你2018年就职以来 我们开了18次的教务会 为什么张祥校长你只是出席过一次呢 这个真的挺离谱的 教务会议都不出席 那你做什么校长呢 你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教务会很重要的 18次教务会 2018年到现在 过去的五年到六年 你出席了一次这么多 好了 所以校委会今年三月四月就问张祥校长 你可不可以解释一下 为什么你不出席呢 过去的18次当中 出席了一次呢 张祥校长当然不理他 他可能觉得自己是校长 他喜欢不出席就不出席了 为什么要你港大校入校委会去管他呢 这是第一 另外校委会又问张祥校长 校长 你好像是外出公幹了很多次 其实你外出公幹的时候 你都应该需要跟 比如说你的下属 即直属你的下属 你都要交代一声 你去哪里出席 做什么 通常这些是应该做的 那你会说不是吧 老闆去哪里都要你管 不是啊 不是这样的意思 而你作为校长 你外出公幹 如果你的直属下属 都不知道你去哪里 那我有东西要找你 那怎么办呢 或者我都应该知道 校长其实你是出去 去见些什么人 或者是想 比如你见些人 和大学的管理有没有关系呢 那其实是应该知道的 等于 等于公司的CEO 如果他出差 他都会告诉Department Head 我会什么时候几月出差 我会去哪里 开什么会 见什么人 或者大概谈些什么 那可能是会和Department Head 本身的业务有关系的 是不是 还有呢 很多时候 如果你告诉别人 你去了哪里 至少找到你 而不是突然间 比如有急事的时候 我想找CEO 或者我想找校长 不知道 校长原来出差吗 去了哪里 做什么 为什么出差 不知道 这个是有问题的 所以不是说你做CEO 或者你做校长 是大了的 你喜欢怎么做 你去哪里 你不告诉别人 就不行的 你都要交代一声 不是说你要向下属报告 行踪 而是你要告诉下属 原来你出差 或者你是开些什么会 或者你要开些很重要的会 是吧 所以下属可能知道 原来你在开会 跟我有关系 跟我的业务有关系 要得个知识 我觉得这个很正常 原来张长校长 他多次外出公干 都没有提供详细资料 我不知道校委会的意思 就是说 你没有提供详细资料 是提供什么资料 比如说你去见什么人 开什么会 甚至是用了多少钱 那个消费 是多少 这个也有限制的 就算是校长 你外出公干 你搭什么机会 是不是头等 还是经济仓 还是business 其实这个全部都是有指引 有限制的 其实我不是说要管你怎么用钱 去哪里 但是起码你要跟着指引去做事 就算你是校长 你也要跟着指引 不可以说 没有染鸡笼 你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 所以经过 我们看回这些事情 由3月到现在 到6月 原来是发生了这么多事 看来现在就不是说校委会的主席 王佩斯 和校长张祥有私人恩怨 校委会主席 为什么要跟你有私人恩怨 校委会都是做他自己本分的事 是吧 希望张祥校长 你解释一下 为什么 过去五年 十八次教务会 你出席了一次 为什么你经常外出公干 都不告诉别人 去哪里 见什么也不知道 那为什么那个副校长 校长明明有七个位的 长期只有三个人 是做副校长 有一个就是暂时委任 有三个空缺 你又不补充 其中一个空缺 空缺了五年多 那这个是种种的事 我们看现在校委会 披露了出来 我们就觉得 一般的市民觉得 其实有问题 你香港大学 每年是拿着政府的资助 另外是整间大学 那个资金的每年使用的费用 是122亿 那你这么大的钱 那其实如果你港大整个管理团队 管治那边都出了问题 校长不用开会 校长去哪里不知道 副校长可以圆空 那就是大问题了 所以呢行政长官李家超 日前表示了 香港大学不是一个 香港大学管理层拥有的大学 香港大学是一个全香港人拥有的大学 期望港大有良好的管治 但是贼城教育局呢 是跟进了 教育局局长蔡玉联 就现在跟进了 那我们再看一下 事态的发展 但是 今次港大事件 结果可以搞到特区政府介入 那如果真的可以撥乱反正 那也是好事来的 正如早前呢 中大 都有一些风波 是吧 但是中大有风波得来呢 中大什么时候都有副校长 谁下台就立即会有人补充 还有呢 中大早前的最大的一个改革 就是校董会的外人的人数 是增加了的 那令到呢 就可以加强监察 就不只是给中大里面的人 自己管自己 加上一些外人在校董会里面 就平衡了 起码我们大家 就是有些外人 是可以知道 究竟学校的管治 有没有出问题 是吧 可以直接监察 加强监察 那中大是已经改革了 做了事 那也是时候呢 香港大学呢 可能有些事情 都要改革了 好 接着讲最后一个题目 那 真拗 港大内部有真拗 美国的政界更加争拗就多 更加多了 多得不得了了 特朗普拜登11月大选之前 一定是有互相读爆对方 那特朗普早前呢 已经因为呢 为了这个 掩口费事件 接着在掩口费的申报方面 做假仗 已经被判有罪了 那现在呢 就是 特朗普应该的律师 就上诉阶段了 那不知道特朗普 要不要坐牢了 好了 特朗普 被判有罪之后呢 今次又轮到拜登了 不过不是拜登自己 拜登自己呢 遲些都有的 不过呢 今次就告了他的儿子 今次是什么事啊 美国特拉华州联邦法院 就作出裁决 总统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 被控犯下三案重罪 全部成立 那就是说 罪名成立 那当然你还可以上诉的 好了 就是三个星期前 特朗普有事 那现在呢 就到拜登的儿子出事 那其实就看回时间表 都不是巧合的 为什么呢 因为6月27号呢 接下来呢 就会有一个是 特朗普和拜登的 总统候选人的辩论 这个是会第一场的辩论 会出现 那所以在第一场的辩论 出现之前呢 双方呢 互惑对方的仓巴 互相 找黑材料 踩对方 是很正常的 那这个就是美国的政界 就更加是 是司空见惯了 那好了 那今次就 搞拜登的儿子 那这个是拜登的 他的第一任妻子 他的儿子 那他的大儿子就去世了 那只剩下这个儿子 但是这个儿子呢 就很不生性 这个亨特·拜登呢 原来他曾经有长期吸毒 和淤酒的坏习惯 就是又吸毒又喝酒 那所以呢 他就是 也挺麻烦的 这个儿子 那好了 他犯了什么事呢 今次就读他出来 就是2018年的时候呢 亨特·拜登呢 在特拉华州一家枪店 就买了一把左轮手枪 那你会说 买手枪有什么奇怪呢 美国人很多人都买手枪的 一个人随时买几枝 不是奇怪 不过 当时呢 他仍然是一个 吸食可嘉恩 和酒精成瘾的 一个是 一个所谓是健康 不是太正常的人 健康状况 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亨特·拜登是不适合 或者是不合法 买枪的 就是他不可以买枪 因为他在吸毒 好吗 好吗 但是呢 他在购买枪的时候呢 就填写了一个新报表 就是说呢 哦 我没有毒癮的 我没有吸毒的 这样 那就成功呢 填一些假的资料 可以买到枪 那他就犯了法了 其后呢 这枝枪呢 就被他的 当时的伴侣 过了身的哥哥 拜登的遗伤 哈利·拜登就发现了 然后就扔了枪 那当然了 扔了枪的时候 可能有人就发现了枪 被人丢弃 然后就找一下 谁扔的 然后找一下 这枪是谁买的 就是这样 接着就整件事件 就揭发了出来 接着就揭发了 为什么你可以买到枪 那时候 整件事就是这样出来的 好了 那这次 亨特·拜登呢 就被指犯了 三项的联邦重罪 其中两项呢 就是在 联邦背景调查表上面 虚假陈述毒癮情况 另一样呢 就是在毒癮期间 非法持有枪械 三项重罪 那现在他被判罪名成立 最高刑罚就是25年 就是他其实是有机会坐牢 坐了25年 但是现在是未判的 那应该估计 就不会判这么高的 那现在那个判罪 判罪名成立之后 他的刑期判多少呢 应该就在120天内决定 就是4个月之内决定 那现在是6月初 4个月之内 就是10月中 11月才大选 那应该是大选 美国总统大选之前 会有公布 他会坐多久的监 那样 刑期未定的 那当然是否真的 最后要坐呢 都不知道的 你可以有上诉这件事情 对不对 好了 那就是 作为他的继母 拜登的太太 现在的第一夫人 他的继母是吉尔街 拜登就陪他一起出席 就出庭 完了之后 就一起拖着手 就出现 代表支持他的儿子 他的继子 亨特拜登 那拜登总统有什么说呢 拜登总统就说 其实我对这个儿子 我感到自豪 那都说得出口 感到自豪 为什么自豪呢 他说 因为这个儿子 曾经是有毒瘾 但是他已经摆脱了长期毒瘾 所以我对他有自豪 摆脱了毒瘾 即是戒了毒 也有自豪 你这样也可以 拜登就说 很多家庭曾经有亲人 就是和这些毒瘾 斗争 他理解 当他被爱的人 走出困境的时候 在康复过程当中 这个可以变得坚强 和有韧性 所以拜登是觉得 为这个儿子有自豪感 但是你的儿子现在被判坐牢 有机会坐最高25年 这样也有自豪 拜登就说 我会尊重司法的程序 我会接受这件案件的结果 他也不会运用总统的行使权 去赦免他儿子的罪 他会尊重法律 大致上是这样 但是拜登你也不要这么老定 你儿子出了事 迟早就轮到你 因为为什么呢 原来 现在正在排期了 今年9月 洛杉基法院 将会开庭审讯 他儿子 亨特拜登 9项的指控是涂碎 预料他在审讯当中 揭示当年亨特拜登的奢华 和病态的生活模式 至于特朗普阵营 特朗普阵营的新闻秘书 就说 今次这个枪枝案 是小疑科 他志在想转移公众的注意力 因为用来掩饰一个更加严重的腐败犯罪 他应该指9月份 亨特拜登会面对涂碎140万美元的指控 陆续有来 拜登你儿子都不 如果这样都为你儿子自豪 我都没有话可说 现在就藏有枪械 将会被定罪 9月还会来一宗重劲的涂碎140万美元 陆续有来 所以美国的政治斗争 就等于美国的肥造劇里面 相当精彩 互相互撇 互揭瘡巴 11月美国大选之前 相信拜登阵营 特朗普阵营 也都会同时间 不断有瘡巴 不断有事件揭发出来 拭目以待 大家好 巴士的布除了在YouTube有视频之外 在另一个平台石楼台 都有视频看 石楼台有很多独家内容 如果有关订阅 或者是使用的问题 欢迎你在香港办公时间 致电3610-3800 或者是发电邮给我们 制作内容 需要投入很多的资源 希望你都支持巴士的布 订阅石楼台 有你的支持 我们才可以继续制作 多谢大家